第202章 心血来潮 那个男人转身进了草屋 看着被打扫干净的地面与桌椅 沉没了片刻 然后闻着香味 找到了刚刚蒸熟的米饭和咸鱼 然后看到了摆在灶台上的那盆青菜 他用手撩起眼前的乱发 回头望向陈长生 却没有说话 陈长生猜到这个蓬头垢面的男子 应该便是这间草屋的主人 走上前去 拿起先前便已经准备好的一块猪皮 在烧热的铁锅上抹了抹 便把青菜倒了进去 挥动锅铲 随着呲啦啦的一阵碎墙 不多时菜便炒熟了 青菜沉浸盘里 因为没有什么油 闻着不如何香 看着也没有什么好迈向 不过陈长生吃饭向来讲就少盐少油 在西宁镇的时候经常白水煮菜 所以并不觉得不妥 接着他把蒸熟的咸鱼切成段 割了些葱丝又开始盛饭 冒着热气的白米饭割到桌上 那名男子毫不客气地拿起筷子便开始吃饭 陈长生又给自己盛了一碗饭 回头却发现桌边又多了一个人 哲秀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篱笆那边走了过来 面无表情地坐在凳子上 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 陈长生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把碗割到他的身前 又开始去盛第三碗米饭 青菜不多 三两筷子便挑完了 咸鱼真的很咸 非常下饭 只不过就像唐36在大潮市时 对哲秀说过的那样 陈长生和哲秀吃饭的速度都很缓慢 他们还在吃第一碗饭的时候 那名男子已经吃完了四碗米饭 割了筷子 陈长生泡了杯茶 递给此人 哲秀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什么 那名男子喝了口茶 满意地揉了揉肚子 发出一声很不雅的宝格 三个人始终没有说话 这顿饭吃得很是安静 气氛很是诡异 陈长生和哲秀几乎同时吃完 哲秀站起身来 开始收拾碗筷 烧水洗碗 陈长生看着这幕画面 想了想 没有与他去争 又去倒了两碗茶 哲秀洗完碗后 把湿了的手在衣服前经上 随意地擦了擦 坐回桌边 端起自己的茶碗 将里面的茶一饮而尽 然后望着陈长生说道 你还欠我东西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没有看着那名正在闭目养神的男人一眼 仿佛那个人根本不存在 陈长生说道 我知道这几天一直在国教学院等着你过来拿 钱已经够了 堂堂出的价很大方 哲秀看着碗里的最后那点残茶 沉默片刻后说道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陈长生说道 你说如果能 如果能帮 我肯定帮 大潮市对战的时候 唐36代表国教学院 与这名狼族少年 搭乘了一个合作的协议 在其后的对战过程中 哲秀很坚定地执行了那个协议 尤其是与狗寒食的那一场战斗打得快要天荒地牢 陈长生能够拿到首榜首名 有他的很大贡献 哲秀抬起头来 盯着他的眼睛 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的经脉 有些问题 陈长生其实已经猜到 哲秀要自己帮他做些什么 文言并不吃惊 问道 你确认我可以帮你 你能帮洛洛殿下 便有可能帮到我 虽然只是可能 哲秀说道 妖族与人类联姻生出的后代 血脉融合往往会出现问题 有可能会生出一个天才 也有很大几率会生出废物 而即便是那些血脉天赋不错的后代 身体里往往也隐藏着很凶险的问题 洛洛因为父母两系的血脉太强大 所以问题比较好解决 而哲秀却没有那么幸运 他的经脉问题 不仅会影响到修行 最可怕的是 会影响到他的心智 甚至威胁到生命 发病的时候会很痛苦 最严重的时候 会让我失去理智 准确来说 就是会发疯 我不知道自己发疯后 会做什么 可能会到处乱杀人 不然部落也不会在我那么小的时候 把我赶走 哲秀神情漠然地说着 仿佛是在说别人的事情 脸上看不到任何情绪的波动 陈长生这才明白 为什么先前在黎巴那一头 哲秀会说 清醒地活着或者死去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想了很长时间 说道 最大的可能 应该是与死海相连的经脉 出了些问题 有些畸形 因为自身经脉断裂的缘故 他一直在道藏点击里 寻找相关的知识 对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 说起经脉相关的问题 很少有人比他这方面的学识更丰富 后来在国教学院里 对洛洛和轩原破进行指导 实际经验也变得非常丰富 此时听哲秀说完自己的情况 他很快便确认了问题的所在 哲秀没有看到希望后的激动 面无表情地说道 天机阁也是这么说的 陈长生看着他 想了想后问道 你想制成什么样 能活得久些 当然最好 如果不能 至少也要保证自己一直清醒 清醒地活着 或者死去 只要清醒就行 哲秀盯着他的眼睛说道 我不想什么都不知道地活着 浑浑噩噩地活着 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活着 像条狗一样的活着 他是孤单而骄傲的狼 我不能保证什么 但我会努力想些办法 陈长生说道 然后伸手开始替哲秀把脉 他的食指与中指并列 如两把长短不一的剑 轻轻地搁在哲秀的脉棺上 就像搁在陈列兵器的架子上 似乎很随意 实际上很稳定 碰碰碰碰 清晰地迈向 从指腹处传回 陈长生发现 这个狼族少年就像洛洛一样 心跳的频率非常快 就像是战鼓不停地被敲响 而且脉搏异常地强劲有力 皮肤表面就像紧绷的骨皮 不停地微颤 让他的手指有些发麻 忽然间 一道力量从哲秀的脉棺处奔发 那道力量并不如何犀利 雄魂如潮水慢涨 然而却无比突然 仿佛瞬间潮水便淹没了所有礁石 陈长生对此毫无准备 两根手指被猛地弹了起来 他吃惊地望向折秀 折秀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 很是漠然 但有个细节变化 眼瞳里的光亮变得暗淡了很多 这是怎么回事